第七場是另一場一級賽事 女王人禧紀念杯 對上兩季都是美麗傳承 壓倒真分奪秒的賽果 今次我都打算開這條翻板 不過會反轉的 我博一隻2號真分奪秒先 它是當銳的 你看上一場千二 一右位爆上來 雖然贏的距離短一點 但還有在手 它的級數已經證明了 雖然它現在集中跑千二 但它千四是一樣有這樣的能力 它又當起 美麗傳承就少少滑落 所以我先稱它可以先反 美麗傳承也不能不選擇 上場其實也跑出一個高水準的亞軍 亞威夷前鬥一輪之後 緊緊以頸位輸 賽後騎連甚至對手也有讚賞他 比起前幾場是好一點的 鬥心又翻出來 但今場再對2號真分奪秒 應該即使縮索千石 都未必可以再贏一次對手 我博它跑第二 始終它是一隻回落稀少的馬 再選腳 即今場不太多馬 我選三隻 選第三選 博三重再腳 就是4號的常感恩 其實今季跑六次 只有一次沒有三甲 上次在1200 都是僅僅輸給你爭分奪秒 今季都叫成熟進步 它是跑過一次1400 大家留意一下 它跑1400那次 是上季殺科的尾場賽事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那天大摩宣佈爭冠失敗之後 打後的場次沒有一隻在 基本上我覺得這場1400賽事 可以抹掉它 看看大家怎樣想 我博一隻馬金貴 可以開開 第二次炮1400 應該都有能力應付 拿來做三重採腳 這樣就適合了 這場馬小小三隻 順在2號爭分奪秒 1號美麗傳承 和4號常感恩